如果今天我跟我先生 想要懲罰我们自己的小孩 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处理 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 对 对什么 因为孩子是他们自己的 所以他们当然有这个权利 去管教自己孩子 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是他们的权利 是哦 为什么不是我们的权利 全家都去你家 描述的是两队中产阶级的家长 因为小孩在学校打架 而进行会谈交涉 本来是大人们有礼貌 有教养的理性讨论 最后却演变成不堪的争吵与打斗 原来的剧本中是两对夫妻 但导演将其中一对家长 换成了同志伴侣 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会引发会延伸出不一样的想法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差距 拉大一点 异性恋夫妻跟同性恋夫妇 他们看来这件事情 会有因为他们的性别差异 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吗 有 你跟他们在当墙头草 当合适到两边倒 对 他们两个伤害别人的小孩 他们就还有脸说 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管 要自己的小孩 我告诉你们 如果一个小孩就棒一边 他就变成社会问题 谁都可以管 导演将场景设定在台北 语言也抛去了翻译剧本的尖色 在节奏明快台词抛接往来的演出间 逐步地揭露现代人的生活挫折 用戏虐跟荒谬的方式来呈现人性 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探讨小孩打架的问题 却让观众看见了四个大人角色的变化 其实是四个大人 他们在四个不同的工作领域 造成他们本来就有不同的生命经验 不同的价值观 等于从四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那四个角度本身就会有延伸出 不一样的立场 好笑排演的作品全家都去你家 在令人发笑的喜剧节奏中 让观众思考每件事情都存在着不同观点 每天都能够订阅